你如果和梅三少真的相爱的话 郡主回来又应该去哪儿呢 我知道是我假扮的郡主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郡主一个交代的 等到郡主回来了 我就自己离开 真的 真的 小丸子 你不要怪我逼你 希望你说到做的 我一定说到做的 来 六哥 小宝这是怎么了 不好 药物并没有打了情毒的小哥 那 他这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小宝 小宝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小宝 小宝你不能睡 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小宝 那怎么办啊 六哥 我觉得小宝的毒并不是无药可解 这种毒可以通过皮肤渗入 下毒之人也很容易中招 我觉得 南湘他肯定有解药 只是他不愿意拿出来而已 南湘就是不愿意拿出解药 怎么办啊 现在 现在 只能找债主出面了 可惜我人为言轻啊 六哥 我亲自去找债主 小宝 你答应过我的永远不会抛下我 你不是说了要保护我的吗 你如果现在 你现在又扔下我不管 你就是个臭笨蛋 我一定把解药给你拿回来 你等我 六哥 一定要照顾好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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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神这干吗去 这还不明白 这小宝爷怕是活不成了 这娘们 只定给自己找靠山去了 就你小子气了 不谢 不现在等着看看呗 等人家成了咱们债主夫人 看你们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这不呢 未来的债主夫人哪 肯定是大小姐 这未来的债主呢 那自然是您了 是不是啊 叔叔 对啊 来来来 听未来债主一杯 来 来 南香 南香 爹 你怎么也来了 瞧你闯的这些货 快把家药拿出来 没有 死丫头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胡闹 青龙湛要是没了小宝 那就是瞎了眼的鹰 剁了牙的虎 全了腿腿马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什么 总之 你是不是想把老子你爹 我的鸡叶全给毁了 爹 闭嘴 乖闺女 小宝都快翻白眼了 你把解药拿出来吧 爹 你是不是瞎了心了 小宝之所以这样 全是因为这个最大石的 回来 姓楠的 我今天要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都不知道你爹 今儿大八天 我今天也可以不姓楠 驾 好 十两 二十两 五两 这个也要五两吧 这 这 你逼我的啊 追住 停 停 停 干啥 你要打就打我不 你来干嘛 乱乔 快把解药拿出来 你给我闭嘴 我没有 死丫头 你今天要是不把解药拿出来 老子跟你没完 爹 你是不是逼我 我就逼你了怎么了 你也逼我是吧 我没有 你 我 你们 你们都逼我是吧 起来 快走 快走 走 你干什么 我 快把刀放下 我不活了 你这不是胡闹吗 南枪 南枪 你先别冲动 战主你别逼他了 要不出人命了 好 真是 你把刀给我放下来 给我 给我送手 你个死丫头 你好好想一想 你把这药拿出来 你把解药拿出来给他 他去救了他 他去救了他 我娶了他 他不就和你在一起了吗 爹 说到底你还是为了娶那个碎大石的 你根本没考虑过我跟小宝 自私 我再不想理你了 不是 我也不想和你说话了 你来干吗 你跟你爹对着干干吗 刚才都急死我了 知道吗 出去 出去 我刚才白护着你了 哪有 你 离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让你爹下不了台 您还好意思说我 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不要打我 特别是当着那个碎打石的面 那你是爹 我是爹啊 那你是不是我爹 我又不是你爹 行了 你别说 这什么 解药 你刚才不是死都不给我吗 那谁让你逼我死的 你几个意思 本来我就打算把解药给他的 我就是不想在那碎打石的面前认输 这你都不明白 要呗 要 好是吧 好好好 南向 你是不是心里 还放不下那个小宝王 爹 您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其实我早就想把解药给您了 没想到让他 是最大石的强行李布 这个小宝 你呀 跟你娘一样 刀子嘴 多福西 你娘又不是 不说了 不说了 爹 我从来 我从来没想过让青龙寨失去小宝 您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但是你要打我这件事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红颜 火水 六哥 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你有办法 跟寨主要带的解药 从脉象来看 脉搏逐渐有力 小包有救了 这样 你先照顾他 我再去调一味药 小包 赶紧好起来 我等着你呢 小心 别吵到你右手的伤口 放心 我有分寸 吵不到 喝点茶 我的肩膀好酸啊 那我给你捏捏 好 帮我拿着 你太高了 可以吗 要再使劲一点吗 很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为你执着 眼泪都温热 不会我心 爱着 这样写对吗 我是不是有进过 郡主 郡马爷 可以用茶了 你是谁啊 巧云呢 巧云姑娘最近身体不舒服 我就来顶替她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巧云 事已至此 你就想开一点吧 反正郡马爷 跟我们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就算天塌下来 也轮不到我们顶 我就是为咱们小姐感到不值 这郡马爷怎么可以喜欢小丸子呢 哎呀 这感情的事情嘛 谁又能掌控得了呢 这小丸子也是 明明都答应过我了 结果又跟巨马爷打打闹闹的 其实 我觉得小丸子也挺可爱的呀 秋华 你是不是郡主的人啊 是是是 我当然是郡主的人 哎 巧云姐姐息怒啊 来 陈总 到底是 你来的正好 巧云身体不舒服 心情也不舒服 你陪她聊聊天 接着问吧 乔云姑娘 听说你生病了 你哪里不师父 请大夫了吗 大夫怎么说 吃晚饭了吗 你问这么多我怎么回答呀 没吃 大夫也没看 没看大夫就对了 听说你病了 我给你带了好多药 这个 这个是治风寒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治胃饼 这个是治睡眠的 吃完它睡觉特别好 然后这个 我看有病的是你吧 郡主 那我先走了 你来干什么 你不舒服吗 身体还是心理 你又不是医生 就没有必要问得这么细了吧 你在生我气 没错 我是在生你气 那你打算 一直以不舒服的理由 躲着我吗 我一看到你 我就难受 巧云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说到做到 只是我也希望你 可以让我跟她 好好度过这个 可以相处的机会 你什么意思 只要郡主一回来 我立马就走 我拿姓名发誓 当初是我让你留在府上的 变成现在的情况 我也有责任 但是小丸子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 越陷越深 但是 从她豁出心里 救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没有办法 再不为所动地面对她 你就让我再自己 骗自己一回吧 好吗 我只是不希望 看到大家都难过 希望你 说到做到 怎么不吃啊 我给你剥个虾 吃吧 三少爷 竟然亲自给人剥虾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都习惯了 习惯了 少爷 如意楼的账本都在这里 请您过目 好 最近是不是缺人啊 是 几乎所有人 都去寻找司徒林了 不光要寻找司徒林 还得搞清楚 他和黑白两道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 借助那一方势力 掀起风浪 是 明白 行喽 去吧 好久没来青城塔 看夜景王呢 还是那么美 其实啊 也没过多久 你忘了 前不久 你刚和叶灵霞 在这个上面喝过酒吗 我当然记得了 那时候 你还带我飞了呢 我记得那天 你特别地开心 是啊 我 特别开心 有心事 没有 我知道 我这个人啊 有时候 显得不近人情 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怎么会 你可是除了我爹 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 而且 谁教你是堂堂没三少呢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我这个人啊 也并非天生自命不凡 只是 只是什么 十年前 我爹 教肥力的大功 因为这样 得罪了不少人 不少人 太忙于战时 就没有太多时间陪我们了 就把我和我母亲 放在一旁 不管不顾 说真的 我挺恨她的 直到那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土匪 知道了我的出所 他们就直接杀了进来 母亲为了救我 就把我藏起来 但她 就遇害了 怪不得 你和父亲 总是针锋相堵 舍活不如 我虽然活了下来 但我亲眼 看到母亲在我眼前倒下 我一闭上眼 我脑海中 就能浮现出母亲看我的眼神 我真的没有办法 一想到这里 我就睡不着了 我想 既然睡不着 不如就当夜仙的行者 一来可以行下仗义 二来 也可以暗中调查 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好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只是在想 怎么样才能让你的痛苦少一些 只要你永远都陪着我 就可以了 当然了 敢都敢不走 也没说 你如果不走 封密 你将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了 你醒了 都好了吗 宝盐我秘义 杨伟爷她受不了我 那 那我去找六哥过来给你好好看一下 六哥 小宝醒了 小 小宝醒了 快 我看 不错 状态恢复得很好 不过 因为你服解药的时间太晚 所以这毒素呢 已经蔓延全身了 接下来的日子 得好好地静养 等毒素全部排完 就好了 谢谢你啊 你谢谢我干啥 你得谢谢人家小丸子 这些日子没有人家 你早就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 我先走了 那个 你俩先聊 我还有事 先走了啊 在下 无以为报 就只能 一身相许了 你 病刚好就开始没正经 你要好好先把病养好 然后 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等吃完了 我再带你去看看山寨的兄弟们 来 吃完 吃完 来呀 好 喂 喂 哎呦 不好意思 宝言 咋样 这病一好都有美人呸啦 是啊 别跟这瞎起哄了 都干干嘛干嘛去啊 回去赌圈圈 行行行行 不能走了 走走走走走 走了 走啊 来来 走去玩了 走去玩了 早知道你能对我这么好 走去玩了嘛 走去玩了嘛 我就是中一百次赌我也高兴 走去玩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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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就再也不生气了 你突然对我这么好 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嘛 哎呀 好啦 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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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来 来 家好了啊 对员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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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向 南向 你有事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还是要谢谢你的解药 我告诉你啊 我不需要你假星星的道歇 南向 从小我们两个一起长大 我真的一直拿你当我的亲妹妹 我从来没拿你当过我的亲哥哥 而且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哥哥 你不拿我当哥哥也行 拿我当朋友总行吧 朋友 整个山寨都是我南乡的朋友 我不差你这一个 小宝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可能她也需要消化一下 也不知道我这个妹妹 受什么刺激 别在意 管子 你说 我这个毒完全好了的话 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小宝身上的毒解了吧 小宝身上的毒解了吧 何大叔 你一个人在牢里 对外面的事情还挺了解的 这不之前 小宝出事你没来吗 我看这段时间你又没来 我去雪莫展估计出事了 何大叔 还有一件事情你也猜对了 什么事 我 我想我是真的喜欢小宝了 想来这孕老这个 红线是铁做的 能把你们俩设在一块儿 哎 那闺女啊 我觉得吧 人这一辈子 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动心的人 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 且行且珍惜 何大叔 我们两个现在不能在一起怎么办 你何大叔我呢 没什么大智慧 但我有一个人生心跳 就是冰来浆荡 水来土掩 走一步开一步 我觉得当务之急呢 你是说服小宝 跟咱们一起下山 等他好了 我们一起下山 一起下山 为这句话我得多吃点 你何大叔得多吃点 补充补充体力 吃完再一块下山 嗯 嗯 嗯 丸子 干吗呢 这 这个不是 不是我送你的发酸吗 对啊 喜欢吗 嗯 嗯 那我来帮你戴上吧 好啊 牵着你 躲进梦里 还要喜欢你 是故意 跌进月光里 那我来帮你 不是我看过吗 哎不你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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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